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Viuca 你要的穿搭 我是Viuca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喜歡日牌嗎? 這是蜜蜂貨物早上我們合作 欸? 還算是早對了 太有眼光了吧 沒聽過這個平台嗎? 沒關係 我想喜歡家庭兄弟穿搭的朋友 一定會有興趣的 還有記得看到最後喔 會有粉絲的專屬優惠 來 我來介紹一下 蜜蜂貨物是日本愛德威集團旗下品牌 除了有服裝之外 還有化妝品、銅裝、雜貨等等等等 我在上面逛了一下 真的是有很多日本服飾品牌啊 有一些常見的呢 像是Koen、Nikoen、Beans、FreeStore等等等等 還有一些更特別的像是 Huai Moutineering、Giella、Elephant Tribal Fabrics 這些小眾品牌 這在一般的購物平台上 真的是比較少見的啊 而且啊 如果你要找某一些樣子的單品 你還可以用它的特別功能 辨識圖片、以圖搜圖 這個就又更少見了 欸我都這樣講了 是不是有點心癢癢的呢 別急 更多優點我們等一下再聊 先來讓我分享一下 我這次買的單品吧 我這次買吃這件 Fondamental的Indigo Long Cardigan 3-Year Watch 那來介紹單品之前呢 我們還是老樣子 現在進一個 30秒的快速品牌小簡介 Fondamental全品是Fo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 由荊棘學在2005年創立 其意思為為顧客提供 最佳品質與設計單品的基本協議 品牌服飾主要在知名牛仔褲聖地 岡山縣所生產 不管面料、縫紉、加工 皆是日本職人手工耗時製作 並以日本製造為傲 其作品善於使用 藍染布料拼接、水洗、破壞等加工 以及Bolo、Sachiko等日本傳統技法 創造出結合傳統美學的高品質現代藍染服飾 我覺得這款它比較像是變形款的Noraki啦 所以下面的部分 多了兩個口袋 這個左右都有一個 然後它的袖子部分呢 也改成了這個Dorman sleeve 那Dorman sleeve呢 順便講一下好了 Dorman sleeve呢 就是那種袖容處比較寬 然後越往袖口處收窄的那種袖子 那這種袖子我查網路上中文的名稱 我看到有人叫多爾門袖 可是一般人應該不知道什麼是多爾門袖 我看一些比較常見的名字應該是什麼 蝙蝠袖或者是非屬袖之類的 那這種袖子呢 我大部分看到是在女裝或者是童裝 男裝感覺就比較少了 那這件呢它主要就是使用兩種的藍染布料 就是邊邊這一塊跟其他這一塊為主體 那因為這兩塊啊 它是使用不同的織法嘛 所以它個別產生的射落感也差異蠻大的 所以讓整件它的拼接感還蠻明顯蠻突出的 然後啊這件的名字它上面是有標榜 它是使用三年後的射落嘛 我覺得這整件的射落真的是還蠻自然蠻好看的 欸說真的 你射落要做的自然漂亮真的是不容易啊 不過我不知道三年它是怎麼考量的 為什麼這個不是兩年或者是四年 這個蠻好奇的啦 我記得像Noraki這個東西 前兩三年的時候真的是有很多品牌在礦出喔 FB廣告一堆人在打 就是有一些台灣製造的小品牌 他們都有出 我猜今年大家應該是有比較少看到了啦 只剩一些專注於藍染布料 或日本傳統技法的服飾 他們可能還會持續再出 那像Noraki這種合式外套呢 它跟座物衣與之又要怎麼分辨呢 我覺得可能就要留到另外一集在跟大家討論了 好啦那Noraki要怎麼穿呢 來看一下我的兩套穿搭吧 這套將這件外套穿在最外套 是把它當作像寬鬆大衣一樣的穿法 再加上用拼接格紋襯衫還有背心在上身做層次 然後將上衣紮入褲中拉長一下腿的比例 全身在背心、外罩、褲子都用上丹寧藍 用丹寧藍顏色呼應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很上手的做法啦 這套將外套當作中層 把它當作像是長上衣一樣 用背心做長短插 還有高頂露出做層次 顏色上高頂的嘴紅色 則當作整體的亮點 寬鬆的外罩用背心限制 再配上下身微寬褲積一點褲腳 讓整體產生出一種舒服的微鬆滑比例 那補充一個我觀察到的Fundamental的小知識好了 Fundamental的全名剛剛有提過嘛 就是Fu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 那現在所有的Fundamental單品 裡面都是FDMTL內標 那在早期的時候呢 是會有Fu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這個全名內標喔 不過我記得褲子好像很早的時候 就已經是FDMTL的內標了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 捨棄了Fu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這個全名內標呢 我觀察到了一下 應該是16年春夏的時候 他就已經全部都換成FDMTL的內標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觀察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沒有什麼人在玩比較舊的Fundamental嘛 我記得啊 我當初一開始關注Fundamental這個牌子的時候 是人家在介紹褲子 我應該是從Ginstalk認識的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關注Ginstalk 我記得那個時候Fundamental的褲子 大家討論的都是他的那個 上面有掛一個小鈴鐺嘛 還有隨喜跟破壞 這小鈴鐺應該算是他最知名的設計啦 那個時候比較少使用 像是Boro、Sachiko這種做法 那自從FDMTL加入了這幾個做法之後 我覺得他感覺變得更帥 可是也更紅了 所以現在就更多人知道了嘛 那你看像現在他也瘋狂的聯名 這說Fu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這個名字 真的是太長了 念得好累喔 好我們回到蜜蜂購物的介紹 剛剛有講了嘛 他有很多日本服飾品牌 那還有一個大家很關心的問題就是 他的運費跟關稅的問題 你真的是不用怕啦 只要購物滿萬日幣 就可以免運費免關稅啊 這個你隨便湊都湊得到啦 然後啊他有許多日本服飾品牌 都還蠻平價的 而且他還蠻常識出優惠券以及折扣 甚至可以讓你買到比官網更便宜的價錢喔 那對於操作流程苦手的朋友 這個你還是怎麼樣 不用怕 真的很簡單的啦 我在這邊帶大家快速操作一遍 好我旁邊有圖嘛 大家可以看看 好我們首先先打開App 然後我通常都會直接點下方的分類啦 然後我們接著寫男裝 那這次的示範我選擇襯衫好了 我們點進去嘛 然後我拉了一下 我們選這件Monkeytime襯衫 那進去之後 我們再往下拉一下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可以選 顏色跟尺寸 那選好顏色尺寸之後我們按確認 然後你就可以加入購物車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點那個購物車 那點購物車之後 你點開你就看到價錢 然後你看他的價錢就是 你看他這邊破萬日幣 所以他就有免運費 喔爽 運運費就是爽 然後我們就按去付款 然後在這邊輸入卡號確認支付 就沒啦 你就等著收貨啦 欸買日貨搞得跟買蝦皮一樣 怎麼辦 叫人喔也太簡單了吧 是不是要講去逛 再講一下 我這件其實不到10天就到貨囉 真的是比一般的日本代購快了不少啊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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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粉絲專屬優惠的時間啦 現在只要在蜜峰購物註冊時 輸入Family 就可以得到300日幣的紅包 還可以跟新註冊得到優惠券一起使用喔 更多說明我會放在Youtube下方敘述 喜歡日牌當然不知道怎麼逛怎麼買的朋友 趕快去看一下吧 好啦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 TUNE.COM GO 記得訂閱不要錯過 我們是嘉芹兄弟 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除了有服裝之外 還有紅妝化髒 化髒 化髒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Long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Indigo Long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Indigo 3 我這次買的是這件 Fondamental的 Indigo Long Cardigan 3 year one OK 那補充一個 我觀察到的FD 那補充 Fondamental的全名 剛剛有提過嗎 就是Fondamental Green Man Luxury 那關於這 欸 打小好癢 突然覺得什麼很像歐巴 好丟臉 NH